Hello大家好,我是二姐 刚买了2斤的辣椒,花了5块钱 今天准备做一个辣椒牛肉酱 咱们先把辣椒给它摘一下 把辣椒的根地给它掰掉 同时检查一下,看看辣椒有没有虫眼 辣椒已经给它摘完了,摘完之后给洗一下 把这个辣椒给它反复的冲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给它控水捞出 洗了两三遍已经干净了 准备的有牛肉,辣椒,蒜,还有生姜 下面咱们把这个辣椒给它改一下刀 随便切一下就行,方便咱们后面就搅 切成辣椒,怕辣的进去,戴个手套了 给它放到绞肉鱼里 切辣椒干啥呀 做点牛肉腌 那我帮你打 你帮我打我 我再切上去啊 我给你干点 干点你所能及的 对 你说我也不能光吃辣椒就不干活是吧 我吃也行 你是不是为了就是能多吃点 对,我就这意思 没事,这个做的多啊 辣的兮兮的,你能吃多少 再来点还是怎么着 就那吧,再来一锅 那我打呀 打吧 咱们这个小 我打两锅 大蒜 直接倒下来就行了 大蒜也给它打一把 姜呢 姜也给它打到一起吧 姜改一下刀 太大了 切成片 好 随便切一下就好 变小就行吗 嗯 可以了 放进去吧 搅碎就生事了 打好的葱姜末给它盛出来 下面把牛肉切成块 切好的牛肉咱们给它夹到这个绞肉机里 来 把好的牛肉给它倒到这个盘里头 牛肉也不需要搅得太碎 这种有颗粒感的好吃 下面开始炒酱了 加入食用油 多放一点 下入花椒 八角 桂皮 香叶 配料给它炸香之后捞出 然后下入牛肉 将牛肉给它炒至变色 炒至变白之后下入辣椒 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下入蒜末和姜末 咱们打到一起了这个 再次翻炒均匀 让它炖上两三分钟 炖出红油之后加入两勺白糖 食盐根据个人口味加 我这边加了三小勺 加入50克的蚝油 50克黄豆酱 再加上50克的生抽 然后给它继续搅拌均匀 翻拌均匀之后再给它炖上五六分钟 炖了五分钟 炖了五分钟 再加入一大勺芝麻 再次翻炒均匀 咱们的牛肉酱已经熟了 香喷喷的 真的是特别的好吃 旧馒头旧米饭都行 咱们拿个馒头来试一下 晾一下咱们就可以灌皮了 咱们的香辣牛肉酱就做好了 看见香不香 有没有食欲啊 上面晾过之后 这个酱就可以灌装了 放到咱们这个灌的小瓶里 先灌了五小瓶 这几瓶就给它保存起来 放凉之后这个放冰箱冷藏就行 剩下的酱给它放到碗里 咱们陆续就把它吃完了 辣椒酱已经做好了 咱们来尝一尝 我这准备了一个馒头 这个姜馒头看见就行 这个姜馒头看见就行 嗯 太香了 辣椒不是特别辣 为我买的辣椒不是特别辣 这样做出来的辣椒酱 配馒头拌面条 吃米饭都没有问题 自己做的最关键是干净卫生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试试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请点击关注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我先吃馒头了 太好吃了